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今天很多问题 我们就从川普总统突然做一个重大的宣誓 我在上一段说 这个胆式 英文叫Guts 也正是我们台湾的国家领导者 所最需要具备的特质 就是川普总统今天突然宣布了对中国的两千亿美金的加税 加税到百分之十五 结果中国领取消谈判 刘鹤黄美肯申辩 换教授 如果了解川普总统的思维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我记得在一个月前 我们做这个台湾关系法四周年 大约两三个礼拜以后 有一天陈永宏教授说 怎么美国的行政当局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 跟我们这节目所谈的差不多 内容差不多 我说当然是所见略同 我们所共同的追逐的亚太的区域安全 追逐美国或台湾的国家利益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正是我们节目的目的 你看川普总统为什么老心宅宅 因为按照美国战后的规律 如果总统任内经济良好的话 一定连任失业率创五十年新低 因为虽然目前民主党的最大挑战者 就是前副总统拜登 拜登也来势汹汹 但是显然的川普 有所依试 有一张好牌可以打 这个牌就是中美贸易战这张好牌 来 请看看最新的消息 川普在推特发文 要调高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 导致台股开低走低 一度下跌超过190点 失手万亿关卡 瓶盖三王中的台积电 盘中下挫2.45% 鸿海更重挫3.63% 而中国股市早盘更跌百分之五 港股也跌百分之三点五二 川普只是习惯讲狠话 也不至于他搞到最后 硬要把这一盘起全部给打坏 当然中国大陆怎么应对 这都是关键 台湾处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只能观望 我们什么动作都不可能有 台股产息连台币也贬值2.3分开出 最低来到30.94元 创向今年以来新低 不安排里出牌的川普 在先美中贸易战火 让投资人皮皮刺 美国前副总统后来升为总统的杜鲁门 他接总统的时候 坦白讲那时候二战还没有结束 他必须马上参加波士党会议 我记得丘吉尔跟那时候 马上接任总统的杜鲁门 他印象深刻说 我跟杜鲁门总统谈一次就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的人 果然没有错 你看不管是决定投资原子弹 不管是决定韩战 要出兵 后来杜鲁门总统 他反思自己的一生的总统 就作为说 我做总统的时候 手上是拿一手烂牌 但是好的领导者 能够把烂牌打成好牌 我把这故事说给蔡总统听 你怎么把烂牌 去年选举输得愣口 怎么把烂牌打成好牌 主权牌 国安牌 绝对是好牌 看你怎么打 你看川普 当然是变演 这变演就是展现 他的绝对的胜算 他的决断力 当然在谈这个之前 因为礼拜六四 武士运动100周年 我看到这个投书 我很不以为难 虽然是来自望重一时 于英时教授 跟我们的媒体人出身的江春南 也就是中华文化总会的副会长 他们把台湾的民主运动 跟五四连结 我很不以为难 观众朋友们记得 我做的威尔逊总统 民族制结100周年 我做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人是在 大正民主的熏陶下 我觉得不管于英时先生 跟这个江春南先生 显然 余先生他不了解 台湾史可以理解 那江春南先生 你显然对台湾史了解非常有限 你应该跟 威尔逊总统民族制绝 跟大正民族 没有错 武士运动也有影响 但是那是1949以后 胡适之雷正先生带来的 或胡适之先生带来的 这是两回事的 虽然那时有一个 也就是若干文人 比如说张光直教授 他的先生 他令尊风 就是张我军先生 他也是战后才回台湾 他是战后才把 武士文学带来 张我军先生很明显 所以这种历史认知 我觉得我特别要请 这个张建成教授来解说 然后再看相关新闻 杨书帝先生又发表专闻了 让我们为台湾民主鼓掌喝彩 他对台湾民主充满着信心 我们呢 你看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 中国军力报告 他们特别强调 中国是有限度的B桶 用武桶 请看中国在台海附近增加军援 请看他们所具备的缓 叫做航母杀手的导弹 然后南海不断的军事化 包括报告说 中国全球扩武挑战美国的优势 插足北极武装南海 建海外基地目标印太优势强权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伍先生说 如果台湾受威胁 美国会援助 这是来自我们一个月前 这个一个月以来不断探讨台湾关系法 强化安全承诺 我们就从武士运动 到底要跟台湾的民主连接呢 还是台湾的民主必须来跟过去的大圣民主或未有信从民主之间 我们就先从这破滴好吗 信任教授请 有人说台湾的民主自由的制度重大成就 就是从武士运动而来 其实鸿马牛不相关 这个英史先生 他对台湾不了解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江春南先生 他现在是这个我们所谓中华文化协会总会的副会长 那么他是不是他这样讲 要讨好中共说蔡英文政府没有弃中国话 所以把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跟中国的武士运动连接起来 我们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稍微了解的人 对这个江春南先生这样的讲法 我们会觉得这个很荒谬 这个毕竟他过去对台湾的这个党外杂志什么 这个推动民主相当参与 但是他说这种话 的确对台湾的民主化 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有人讲说蔣经国对台湾的民主化 很多贡献 其实不尽然 因为蔣经国把这个解言 这个解言 这个报禁党禁开放 那个叫做自由化 不叫民主化 民主化是这个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这个被统治者同意的制度 在他这个气势以前 他没有想推动说台北市市长 高雄市长 台湾省的省长要由人民投票选出来 那是李登辉总统 外国人美国人称他Mr.Democracy 民主先生李登辉总统推动这个比如说立法委员真正这个全部改选 我就是第二届立法院就算是台湾的第一届全部选举的立法委员 所以我了解到当时候的民主制度这种ambient 我觉得从228之后 1947之后 台湾人对于国民党 在台湾的殖民地的统治 一直在反抗 那么有很多人到海外去 那么认为说我们台湾必须要独立 那么独立的方式就是经过反殖民地统治 那么这个民主化 我们台湾的民主制 受到这个国际的称赞 就是因为没有流血 我们是用这个选票的方式 把国民党挣钱推翻 那么这个跟一百年前 一九一九年的这个武士运动 风马牛不相关 那么这个我们想到说 这个中国为什么这个武士运动 没有真正能够影响到 这个中国的民旨化 以及现代化 毕竟这个去年是民治维新 日本民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 这个在同样的一个时间 中国也有一个中心的这个运动 但是中国人不够迁徙 就像张之洞所说的中协为体 西协为用 他只是看到这个西方的船间炮利 但是日本的民旨维新 他是这个前盘西化 不只是船间炮利 看到西洋的就是典章制度 医学司法各方面教育 要有这样的一种启蒙的教育 我们我们在中国看不到这样 那么在台湾我想这个我们应该给这个日本这五十年 这个殖民地统治一些正确的认知 殖民地统治没错 但是他对台湾民族化 对台湾的现代化是有贡献的 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 甚至于农业这个迦南大径 什么桃园大径 这些都是日本人对台湾 这个可以说现代化的一些贡献 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年 我做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 我每个月一讲 这也是今年 我每个月一次做大政文化 请看这个大政文化 或者是威尔逊总统 民族自决一百周年的意义在此 所以于英时教授 我们在史学界备受尊敬 但想来他对台湾史不了解 那我们来做 让我们自己来做历史文化的教育 我是不是先请这个 哲学研究员来解析 先请你破题 然后再请张艺诚教授来做补充 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 突然来一个回马枪 要求对中国加征 百分之二十五的两千亿的税 以及同时间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 中国军力报告 认为中国对整个印太策略 印太地区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是不是先请十二千亿就委来解析 请 是 其实如果我们从去年十二月 美中双方同意 先把贸易战先暂缓 大家来谈判 看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但是这半年十轮的谈判 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展 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突然来这么一招 他不是没有来由的 因为从今年的年初二月左右 我们看得出来美方对于美中的贸易谈判 释放出多次的比较乐观的讯号 但是从四五月以来慢慢的去向保守 发现其实美中在一些关键性的结构问题上 应该是卡住了 那我们看到了 基本上美方要的东西 除了川普最大力主张的 美国要这个加大购买 中国要加大购买美国的商品 那另外还有 希望中国进行贸易的结构性的改革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也要求美国要停止 惩罚性的关税 但这里面除了这三个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监督机制的问题 双方谈了很久 中国的立场是说 你如果我同意了你的条件了以后 那么你应该要停止我的惩罚性关税 然后监督性的问题 应该是双方相互监督 都可以提起 但是美方跟中方在这里 显然没有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很多学者专家提出来说 美国如果要三个东西 就是要中方加大购买美国商品 要这个继续施行关税 然后还要所谓的制度性的监督机制 这三个是恐怕难以兼得 那过去应该就是卡在这几个方面 但是除了贸易战之外 美国的整个大的战略 对于中国是一个压制的态度 那最近出来的中国的军力报告 他对中国大陆军力的威胁的强调 是更超过以往 那南海的篇章我们都看得到 那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敏感的当下 就是是不是美中能够能够在贸易方面达成一个暂时性的和解的方案 或者说在民主党的这个挑战者已经总统候选 已经开始出现有可能对川普开始批评的 当下美国在压制中国的战略恐怕是难以做一个比较妥协式的 或者说比较缓和式的处理 所以整盘来看 我认为川普目前对于包括川普的执政当局 对于中国的这个安全战略以及经贸上来看 是一个协调式的一盘起的一个阴影 150年来 比较中国日本两国的发展非常有趣 去年是明智卫星 150周年 明智卫星一次就把日本彻底改造了 但中国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有所谓的自强运动或叫洋务运动 只重视船间炮利 发觉不对 因为甲午战争战败 于是走向制度改革 戊序变化又失败了 而且还反动 于是第三就叫思想改造五四运动 就五四运动一百年后 各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校 对着这些审布及干部说 中国年轻人五四一百周年 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不要说比不上日本 连台湾都比不上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唯一的全世界唯一讲华语 我们就说华语地区或华语地区 唯一的民主国家叫台湾 这是我这个节目为什么要重视台湾这个国家认同 为什么捍卫民主家在此 我是比较明治维新或五四运动 一百五十年一百年来 台湾正是汇集了日本跟中国的两个优点 还有自由民主人权 还有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 我希望我们的选民 你自己要 为什么特别再三引用这个 热情判断力责任感 不是只有发财 不是只有拾在守护 你本身要以这个 台湾这个国家认同 民主要作为基底 这个底蕴 这公民能文教育 回到张绿神教授 我们就一起谈 为什么川普突然提出 一个两千亿美金的加征 百分之二十五关税 以及美国国安部的中国军力报告 请你众恶性的评论请 我想川普总终终于发现说 中国的策略是以拖待变 他不是真正要跟你讲 他已经川普没有耐性了 觉得说这个就谈了十轮了 那么这个中国就拖拖拖 他过去对付美国是这样 那么其他的总统就没有什么办法 川普不一样 他毕竟有那样的一个截断力 有那种决心要做事情 他不能让中国欺骗 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 欺敌的策略 中国一直在做 所以他终于 这个最后的通牒 你这个刘霍带了将近一百人 这个要到法府去 那么川普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们这一次再不真正有个协议的话 那么他就要走人了 那么就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这个恨话说在前面 请问中方会屈服吗 印尼了解 因为马上就要加征关税 然后马上就要川习会五月 中国他不得不让步 他知道说他没办法说 要跟人家说亚反亚 要烘培 那种恨话说过 但是他知道说他没有那种 手上筹码有限 对 所以我才说这个中国就少输为盈 习近平必须要这样子 如果说他真正跟美国恒起来 那么中国的经济马上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连他自己的挣钱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他觉得说这个能够让步的 他就让步 那么这个他本来还说这个我去签 但是我要去做国事访问 他要有尊严的签这个不平等 能够得到浩和大学的荣誉博士协位 对 浩和敢给吗 现在还在这个可以说 在Vargan当中 因为浩和大学也觉得说 他刚刚要做皇帝 那么这个中国曾经给江泽民 胡锦涛这个荣誉博士的协位 习近平他是跟时代的潮流相违背 他要做皇帝 哈佛能够鼓励这样的人 当然我们记得这个美国历史上这个 曾经跟袁世凯讲说 古德诺教授 对 古德诺是在这个 Princeton教过 在Colombia教过 也在这个 John Hopkins教过 他那个时候就是跟袁世凯 做袁世凯的金师 这个远来的和尚 洋和尚可以念经 说中国不适合于民族制度 还是袁世凯要做皇帝 那个制度比较适合 那么我们不晓得哈佛是不是能够这样子 因为习近平这个在很多方面的确是这个可以说完全反制 Anti-Intellectual 武士运动 他跟中国学生讲说听党的话 这个造党给你们指示这样做 武士运动精神 就是要大家思考science science不是听谁的话 你真正要用你的头脑去思考 赛先生 还有这个民族 德先生democracy 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不是听党的话 所以这个习近平所做的一切的违反时代的潮流 因为你在我们节目 吕氏谈到说习近平为了解除他的对美或对内危机 于是把台湾问题扶上台面 作为他的筹码 作为他言论的一个理由 你觉得像美国的军力报告 有把这问题凸显出来吗 请 没错 这个因为美国这个从两年前 2017年12月18号 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就定位 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跟敌人 从那个时候前方会要对付中国的侵略 不只是经济方面 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那么科技各方面 这个美国的决定说必须要跟这个中国真正对抗 所以这个新的这个国防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说中共的精力一直在提升 那么美国在欧巴马这个八年 还有这个布希的时候 这个对国防没有尽力 每年删掉五百亿 那么因此这个中国在那个时间 激起直追 从一九九六年台湾海峡之后 他的金市预算 每一年都是两位市的市务在增加 因此这个现在川普 Peace through strength 他这个要求这个美国经费提升 他也要求日本 日本也在提升 要求这个欧盟至少2%of the GDP 因为这个欧盟这些年来 北约啦 这些年来都是靠美国的这个保护支持 那么自己都不愿意花钱 用在这个国家的防卫方面 因此川普不但说要美国增加国防预算 要求盟国这样做 我要进一步请教 因为美国国防部的军力报告以后 薛瑞福等是主管 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说 台湾如果受到威胁 美国会援助 这跟台湾关系 把四十周年以后 他们所做的强化安全承诺 是不是这整个脉络有关系的 是 是这样子 这个不但是跟进美国的法律 而且跟进美国国家的利益 战略利益 这个所以印太策略 他们期待说 台湾能够扮演一个更积极 正面的一个角色 那么的确过去台湾对于比如说阿富汗战争 那个时候我们也曾经做了相当大的贡献 甚至于说在一九九零年台湾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也曾经表示说我们愿意支持这个是有联合国支持的一个对伊拉克战争 我们当时候提出三亿美金 那么老布希总统说我们这个问一下北京 看他们的意见 北京所反对 结果我们就省下来了 这个三亿美金 总之这个我们在很多场合表示说 我们的国际社会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一个成员 对于这个世界的和平安全 我们愿意做出这个贡献 好几天前北韩又对这个日本海发射一个武器 引起整个国际的震撼 我们就以东北亚形势来解读整个印太策略的冲击跟影响 请看 上周末北朝鲜举行火箭炮与战略性导向武器试射震惊国际 根据最新卫星召集情资分析 所谓的新型导向武器 根本就是地对地断层飞弹 美国目前认为北朝鲜的举动暂时不够成威胁 不过南韩媒体韩联社却引述部分军事专家的分析认为 北朝鲜周末试射的可能就是去年北朝鲜建军70周年阅兵式上 首次亮相的朝版伊斯坎德飞弹 而俄罗斯的伊斯坎德飞弹能够轻松克制现有的多数反导系统 换句话说 南韩与美国建立的撒德系统可能将无用武之地 部分学者认为川普政府错估形势 金正恩同意无核化的意思绝不是放弃核物 并建议美国应比照同样永和的以色列模式来处理北朝鲜 就是承认其永和地位 但不过于强调 如果川普一意孤行完全不配合金正恩期待 不解除国际制裁 如今的短程飞弹极有可能只是前菜 大菜随后就要来 只是就在此时联合国也公布消息 北朝鲜正遭遇十年来最惨的农作欠收 预计将有超过一千万人面临断粮危机 被经济制裁 现在又有食物短缺内外交迫 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动作让人不由得焦虑 这一天有一本好书出版我拜读非常佩服 就是曾经担任过日本驻台的交流协会的代表 也就是这一位叫池田维先生 他退休了这一本书叫做动荡的亚洲外交 一位外交官的阵言 后来我请教池田维先生才知道 这位池田维先生 他在哥伦比亚大爷深造的时候 就是池田教授的同班同学 这里面我要让大家看这个地图 你看在这个动荡的亚洲外交里面 你看台湾刚好就以这个枢纽地位 这个地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台湾在这里面为什么那么关键 为什么台湾是印太策略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由这一张地图以及这位外交官所认述 这是我最近拜读的 因为完全懂得亚洲形式 也非常杰出日本外交官所写的 我们会作为每日一书 老师我先请教这个哲泉研究员就是 北韩射短程发射体加剧朝鲜半岛紧张 然后今天报纸说原来是多管的火箭 然后对美施压 那纽约时报会揣测说 是不是下一步要有重启长城武器测试 导致今天川普 他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 对北韩是放软的 你看他今天说 他说他推特说 他晓得金正恩跟我站在一起 也就是认为川津协会 还有这个还会有川津三会吧 甚至他说金正恩是在探测底线 所以对中对朝是不同态度 我们就请这个哲泉研究员来分析 为什么 第二次的川津会对北韩来讲是一个失望的收场 因为我们知道北韩这几年在国际的制裁下 经济的状况很不好 但是这一次川津二会以北韩的立场 原先应该是抱了一定程度的期待 但是最后毕竟没有达成任何的结果 所以这几天大家看到的北韩的短程 飞弹的火箭的试射 在北韩来看是一个实力的展现 就是要告诉美国 我是有核武能力的 你的萨德飞弹的系统拦不住 如果你希望能够好好处理 这个非核化的问题 那么你应该再继续跟北韩进行谈判 那我们相信美国方面也都收到这个讯息 所以在公开的讯息上美方包括川普 都是比较低调淡化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后续美国跟北韩继续 就这个议题进行卸商 我们认为这个是整个印太区域 这个东亚第一岛链安全发展 很重要的一环 在美国印太战略得到一定程度进展的时刻 因为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已经表示说在五月底六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里面 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会发表新的印太战略 所以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下 在朝鲜半岛核武的问题 我们认为美国也会先把它稳定下来 再来看整体怎么样来处理 我请就张艺神教授就是朝鲜半岛以为无事了 毕竟跟川军二会在河内的破局有关系 然后金正恩在建完普天以后突然做这个一个 飞弹的试射 展现实力 秀他的肌肉 我想这议题势必要牵动整个印太形势 包括我也想请你顺便一谈就是 这位池田维 他后来做到驻荷兰大使 驻巴西大使 他退休以后写这本书 动荡的亚洲外交 你在国安会副秘书长任内 刚好是他是驻台代表 所以你们不仅是同学还相知甚深 能不能从 先从朝鲜半岛 谈起以及到底日本外交官 他们怎么看待这整个印太形势呢 请 这个北朝鲜 这个金正恩 他这些动作 当然就表示说 他很希望能够跟美国再谈 逼着美国再谈 那么现在川普不急的原因就是说 你这个不可能再发射 这个长城灰弹 或是说试报这个核武 因为这个川普说 你曾经对我这个承诺 所以你不会违反这个承诺 那么这个现在川普他觉得说 这个他是在这个比较有利的一方 因为过去中国也好 北韩也好 都以为川普为了这个通俄门 一定急着这个要在外交上有一些成绩 但是这个通俄门的事情结束了 那么川普这个觉得说他现在这个政治的这个可以说势力很强 所以他不急着这个对北韩做什么让步 那么北韩当然要了解说这个美国要的 他没有好好做 本来在二月在河内的时候 美国就准备说要跟在北韩互设 联络处走向这个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但是因为这个北韩欺敌结果没有成功 人家给他这个看出说他这个想欺敌 他一些认为是秘密 比如说他在另外一个城市 有这个银花这个提炼这个浓缩柚的那种这个设施 美国说你这个怎么没讲呢 你只讲这个零边 零边那个地方的这种产量还不及 这个现在在北方城市一个地方 那么他被抓包了 这个他觉得很难看 不过我相信这个重新 第三次再谈的话 这个北韩会更愿意做一些让步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北韩的经济太糟糕了 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说 能够把这个美国跟这个联合国 这些制裁把它解除 没有解除的话 他要这个经济开发都很难 这个当然南韩也没办法帮忙 中国俄罗斯要帮忙都很难 因此他觉悟到说他能打的牌 不多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回到这个叫日本 我是认为说这个慈天伟在 Colombia的同学 那么都对台湾 他到台湾来 考上外交官先到台湾来 协中文 协中国历史 然后到美国的Colombia大学 协英文跟美国的政治 所以他们都外交官的训练 的确是非常严格 那么我跟他这个有很多接触 这个他在香港 他在北京 他在荷兰 他有个时候 他到哈佛去进修 我们都常常有接触 他的确对台湾有很好的 这个印象 那么他还讲到说 这个台湾的确对日本也很好 这个2011年 这个311 他们的这个辅导 这个地震 还有这个他们的核武 这个原子能的工厂 这个因为受到这个地震 这个海啸 的确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人民 不是当时候的马政府 是台湾的人民 自动的这个我们去帮助他们 那么他发现说 这个在日本 这个他们民调 问说日本的人民 你们最喜欢哪一国的人 台湾第一页超过美国 美国是第二 这个他发现说 台湾这个对这个日本是最友善 那么日本当然对台湾 他们认为台湾的安全 也是日本的安全 所以他来台湾做代表的那一年 就是2005年 就是2005年的2月 有一个日本跟美国的2加2的这种会谈 当时候日本的总理就是葛伊之明 小钱 那么他们的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跟美国的这个对口 在华盛顿开会 当时候刚刚中共通过这个国家反分裂法 那么说要对台湾动武 因此日本向美国提议 我们应该有所表态 因此他们在讲说 美国跟日本对于这个台湾海峡的安全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而是他们非常关心 就是美日安保的周边有事 以及美方促成台日渔业谈判 马总统夸耀说 他的功劳事实上是美国介入 没有错吧 对2013年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 台湾当时候马政府香港 还有中国 遗传到这个钓鱼台去 好像说联合起来 要对付这个日本 美国就对日本 还有对当时马政府建议说 主见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 你们先谈这个一页 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协定 最后请这个哲平教授 先给做结论 刚才这个透过张悠成教授了解说 事实上日本的外交官 比我们更了解台湾 甚至必要更捍卫台湾 台湾的民主价值 反过来说 我们很多总统候选人 还承认一国两制 还有资政承认一国两制 甚至还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还接受九二共识 把整个价值观为之颠倒了 你在国安安全研究院 就是研究台湾的国家安全 你有什么感想 做结论 台湾的台面上的政治任务 同意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个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 这几年中国道路的发展 固然世界都侧目 但是所谓的瑞实力的运用 也是各国大家踏伐的对象 他对台湾的统战的作为 比以前更强 所以重要的是在这个当下 我们需要做的是捍卫 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 还是把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体制 让出来换取极权的统治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 但是大家也应该思考的课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节目 主动邀请国防安全研究员的研究员 来我上我的节目 我也希望透过张学成教授 我们要多多培养我们的公民 专业人士来做国防外交军事的 一个介绍以及教育 现在教授 也请真的只做结论 怎么捍卫台湾民主 其实几乎就是 如果我把李鸿章的话 稍微改一下 此生台湾三百年来 未有之大变局 请做结论 我想这个明年的总统选举 对台湾人民是一个最大 最重要的抉择 如果说这个我们险册了人 选出来是习近平在台湾的代理员 那么这个明年的总统选举 恐怕就是最后一次的选举 因为这个他的代理员 是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放在一起 完成习近平的中国梦 他的梦并不是台湾人的梦 我们要的是民旨自由 人权 那么在中国大陆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习近平他连人民要怎么想 他都要控制 什么欺不讲 那么这个要学生 都听他的话 听党的话 都不要用头脑 一个国家变成十四亿人口的奴隶 这样怎么有这个中国梦 这种中国梦不要也罢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台湾的人民应该有这样的节悟 小的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也是我经常引用 拿破仑时代的外交部长 外交史赫赫有名的 台湾部长说的 一个政权不可能永远坐在赤刀上面同事 如果依照习近平想法 他是要一直等到他九十六岁 要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百周年国庆 有可能吗 是你岁数够长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运够久呢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站在正确地是一边 如果日本外交关注台湾 台湾处境 我希望我们台湾政治人物 你可不要把国家认同 危机把它混淆了 这本书就作为今天每次一书 动荡的亚洲外交 前日本驻台大使 池田为大使所赚书的 这是一位承认驻台大使 日本外交官的回应 他见证了亚洲的动荡 动荡中台湾发展 亲历文化大革命 中日关系所谓的正常化 钥医台主权问题 天安门事件 日本天皇访问中国等 各个时代的问题 这本书让我们重新爬出历史 思考历史事件的多重意义 兼具专业情怀和敏锐视野的外交阵言 不可多得好处 相信可以为亚太和平 以及台湾未来带来正面的思考 感谢续成跟哲前两位学者 非常佩服 我们周四会请张艺成教授 跟陈永峰教授 继续解读印太的形式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